中國頻頻在鄰近的海域 舉行實戰演習 美國也沒閒者 雷根號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就進行了勇敢之盾演習的時候 一場代號太平洋捍衛者 二零二零演習也在阿拉斯加 和太平洋島嶼之間展開 包含散兵空降 登陸艇搶灘 卸解火箭 發射器等武器 遠程火箭還到阿拉斯加 對中國的船艦進行模擬攻擊 美國的軍事記者就指出 演習就是以中國為目標 警報響起 飛彈彈艙 艙門開啟 戰斧巡弋飛彈發射 航向關島附近的無人島 兩年一度的勇敢直頓演習 十四號登場 雷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所屬的安提塔號 演習目標鎖定島嶼 意味著未來作戰 精準打擊的目標 也是島嶼 然而美國軍事記者 更關注的是彈號太平洋 捍衛者2020的演習 這場演習從帛琉到阿拉斯加阿劉申群島 也就是橫跨太平洋第二島鏈到第三島鏈 整個跨距長達8000公里 除了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開拔到阿劉申群島 遠程飛彈系統演就位 據美國軍事記者描述 設備簡易的島嶼上等訓練科目 總體來看 太平洋捍衛者2020演習 是配合陸軍為主的聯合作戰演習 演訓狀況是 一旦西太平洋地區有事 美軍能在緊急狀態下 以30天到45天的時間 從本土調動一個師的兵力 投射到太平洋地區 以跳島 躲島 作戰的方式牽制敵人 美國軍事記者指出 南海是台灣以外 美中最有可能爆發區域衝突的地區 眼下看來假想敵非中國莫屬 還是請問中可怕的